这是32岁打工人兵死前的样子 因为长期吃外卖导致连续两周腹泻 等坚持不住送到医院时 却突然停止了心跳 本以为这只是一次突发的意外 可连续20分钟的无效抢救 却让医生都萌生了退缩的想法 所以像这个状态 你抢队了这么久 我估计这个人 你这样下去的话 几十万之前花下去 我估计是要打水跳的 为了避免人才两空 医生立即找到家属进行谈话 而这是旁边的亲属 却早已哭到气不成声 他的妈妈更是当场崩溃 直到医生说出病人的情况 舅舅这才瞬间恍然大悟 农民工叫朱建峰 原来就在他六岁时 就已经做过一次心脏手术 可就在最近的一次体检中 他被意外地检查出 主动买办关闭不全 但为了省钱买房 朱建峰还是选择了继续工作 可长期的熬夜加班和点便宜的外卖 最终导致了朱建峰长达两周的腹泻 为了省钱朱建峰却是一人再人 知道出现胸痛无法呼吸 他这才拨打了急救电话 可让谁也没想到 朱建峰在刚抵达医院时 却突然停止了心跳 此时整个抢救是乱作一团 但好在抢救的医生 始终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 在三名医生来回长达多分钟的按压下 最终奇迹般地 让朱建峰的心脏暂时恢复了停跳 此时累到满头大汗的医生喘着猝气 但却愉悦地笑了 但他却不知的是 朱建峰的检查报告出来后 让整个手术室的医生 都感到触目惊心和无能为力 原来朱建峰的心脏已经被严重感染 这都是长期的腹泻所导致的 因为朱建峰本身就已经出现了 主动埋伴关闭不全 连续两周严重的腹泻导致 细菌通过血管感染到了心脏 此刻他必须立即进行手术 很快医生就叫来了朱建峰的家属 并说明了朱建峰现在的实际情况 因为正常人的心脏也只有 五十节毫米左右 可此时朱建峰的心脏 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七十节毫米 说着有心听着无疑 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亲兄弟 此时已经是泪流满面 毁汗自责不住瞬间有上心脏 而就在此时 旁边的朱建峰却突然脑袋一拍 似乎有什么回忆涌上了心头 原来早在不久前 腾埃朱建峰的朱建峰就已经发现了一场 但忙于工作却忘记了叮嘱 最终囊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 来到病房看着奄奄一息的孩子 只见九九站在床边 九九都没能说出话 可身后的兄弟却早已哭到气不成声 几个小时后 朱建峰奇迹般的醒了 得知消息的主任也火速赶到 因为主任需要找到朱建峰的具体患病原因 但得到的回答却和家属描述的一样 在医生询问完后 朱建峰却再次的陷入了昏迷 很快就就再次找到医生 他希望能在朱建峰的床头摆上一个代表着好运的物件 在得到同意后 医生将物件摆在了一个比较显严的位置 这是一个绿色的物件 上面的小熊是用植物所编制的 周边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朵和植物 动物代表着生命 而植物代表着重生 因为植物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即使受到严重的破坏 它都会重新的生长 但一家人却没想到 他们希望睁开眼就能看到的物件却成为了遗憾 就在当晚 还没来得及手术的朱建峰再次的停止了心跳 医生们拼了命的去抢救 也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但始终医生一停止手中的动作 朱建峰微弱的心跳就会立刻停止 而就在此地 抢救室外的家属却足以哭成了一头 而手术势力 为了核死神抢时间 医生也只好将手术的器械搬到了抢救室里 医生想用最快的时间再生命拼搏一次 于是就出现了 抢救医生一边做心肺复苏 主导医生一边进行着手术 就这样 抢救医生按几下停一下 主导医生划一刀停一下 本以为医生拼尽能力会给朱建 丰益丝胜的希望 但是最坏的结果还是发生了 由于长时间的没有血压 从而导致血管就像气球楼起一样出现了萎缩 同样也失去了本该有的弹心 就在这时 一直站在身后的主任也终于开口说话了 抢救了这么久 情况手是 手还有这么大 这个心肌没有这么高 情况按摩了这么长时间 我估计这个的意思 你这样下去的话 几十万之前还要去 我就是要打车票 最终 在无赖的选择下 主任还是宣布了抢救无效 单做心肺复苏的医生 却始终不愿停止手中的动作 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说 总会想能够做点什么事情 我这个很可惜 我没有呢 我没有成功 故事到此 朱建峰最终永远地离开了 但希望大家能引以为继爱心身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